你現在聽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原網台 我是長焦低炒的阿毛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腰背痛的自然療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有些親戚朋友甚至乎 試過動不了要叫白車 是的 其實腰背痛是很普遍的 例如在外國有個美國 起碼百分之八十個人 在他一生裡都有機會經歷過腰背痛 正你所說 有些人真的因為閃腰痛到動得不動得 便會叫白車去醫院 可以說腰背痛是一個常見急症室的 其中的毛病 在很多文明地方 其實腰背痛可以說 例如在美國的數據 是排第四的 常見的毛病 好了 很多人遇到腰背痛 通常都會想 很多人都以為是我們脊椎間的盆骨 是破壞了 或者是退化了 或者是骨子凸了出來 很多人都會照我X光 或者會再做一些深層的CT 其實脊椎盆骨的問題 導致腰背痛 其實不是一個最主要的 OK 其實最常見的腰背痛的原因 都是我們肌肉是 勞損或者扭傷 扭傷的根基 當然壓力 不好的姿勢 長期沒什麼運動 都會令到我們那個背部 是比較弱了 令到很容易 是我們在受傷 和做運動的時候出現問題 很多時候 當你的背部是很弱 很軟弱 很疲勒 小小的動作 可能扭一扭身 或者打一個厄癡 都會出現閃腰 是令到你痛到 動都不能動 我們遇過一些病人 要是我在脊椎外做 我以前比較多 很多看腰背的問題 有時候病人說 其實他什麼都沒有做過 只不過在地上 去撿一撿 撿一小小東西 很輕的東西 一去蹲下 一動就動不了 這些痛到是很厲害的 但當然 如果我們的問題是長期性的 不是那些突發性 扭傷 或是一般的東西 不小心 很多是一種慢性的腰背痛 通常 起因都是我們肌肉的不平衡 或者我們的柔軟度差 當然脊椎的位置 脫離 筋和筋膜的受傷 這些都是當時多數是慢性的腰背痛 為什麼我們會說 很多人都想著腰背痛 是跟我們的脊椎盆骨出現問題 或者退化 有關 我們發現 其實腰背痛的人 很多時候就不是老人家的 如果你看老人家 你會照他們的X光片 通常你都會看到脊椎有退化 有骨齒 大部分都有的 但有這些脊椎退化的 現象 老人家 很多時候都沒有腰背痛 腰背痛反而 影響的人 多數比較年輕 所以 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剛才所說 是我們的筋骨、肌肉、軟弱、老鼠這些原因 當然很多時候 他經常都要學 例如受過傷的人 就要學會搬運的時候 搬運的時候 要小心搬運 我最近在電視台 也有一個節目 也有說 搬重的東西怎麼搬呢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 例如你搬一箱很重的東西 你就把一個重的箱 放在另一個空箱上 將它搬下面的空箱 即是兩個箱 一個空的 一個重的 原來 這樣的搬的方法 是令到 那個力度 是會射到 那個身 整體 就不是 他的後背腰 有時候這些 這樣的提示 也很有用的 很多時候 人們都是因為 不懂搬東西 最主要是搬東西 搬著 再跟著重東西 跟著扭腰 這是很容易 很容易出現問題 好了 當然 腰背痛出現問題 也不是說 一定要開刀 其實很少 很少需要開刀 而在加拿大的 政府 那個所謂 workman's com 勞工保險補償局 曾經有一個 很大型的研究 發現 腰背痛的手術 大部分是沒有用的 起碼 完全是沒有真真正正幫助的 開刀之後 可能更差的機會 會更大一點 所以腰背痛的問題 不要想著 用開刀 其實很多時候 開刀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當然 最有效的 就是預防 如果有時候 都是用運動 拉筋 就是用身體的柔軟 體操 營養素 和當然減壓 OK 如果有時候 你發現出現腰背痛 痛了幾個星期 或者很嚴重的時候 當然也要找個醫生 來看一看 香港有咳骨神經科醫生 也有超過百個 我們早期回來的時候 都是二十多個 但最近已經過了 有超過一百多個脊衣 在香港 所以脊衣 可以這樣說 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有時候 有些很 突然的腰背痛 其實背後 其實很可能 是顯示 有些可能中風的症狀 當然也可能是 骨質稀疏 或者 很可能是因為有些 嚴重的 譬如癌症 有些癌症 如果癌症 如果癌症 入了骨 骨 骨 很可能突然 是翠裂了 出現一個很嚴重的腰背痛 也有時候的痛 就會 走到腳 那裏 或者 有麻痺 甚至乎 好像 沒有力 肌肉沒有力 甚至乎 影響你的膀胱 尿道 和大便 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真正要立刻去找醫生 去跟進這個問題 好了 當然在女士方面都要小心 因為 高跟鞋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也有些人因為肥胖關係 也有些是因為那個驚奇 經前疾症後群 導致這方面的問題 那就是 腰背痛是很常見的毛病 但是 成因也有很多 遇到的症狂之下 當然要去處理它 雖然腰背痛 好像有人說 致命的 但是腰背痛 令到你傷殘的問題 都是挺嚴重的 在自然醫療方面 我們都會 注重飲食 袁醫生 如果腰背痛 有些什麼可以吃 以及 要避免的 在飲食方面 我要 第一要 要看一下 例如這個問題 人的體重是過重的 很明顯 要自食 去減肥 也有時候是便秘的問題 便秘會導致很多毒素 內醉 加強背痛的問題 我們就用排毒 最簡單的便秘的排毒 就是用碗腸水療 這些都是一種很有幫助的方法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喝水的問題 OK 我記得在我們的節目 很久以前 都曾經介紹過 有一位伊朗的醫生 寫了一系列的書 講過你身體的缺水 導致很多很多的健康問題 原來 慢性的腰背痛 其中一個起因 是我們缺水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 遇到這些問題 不妨 看看自己是不是 平時喝水是很少的人 如果是 嘗試喝多一點水 就是每兩個小時 就喝一杯水 看看可不可以 使背部問題 因此減輕了 還有一件事 我們說是骨質鬆梳 骨質鬆梳 不是只是蓋 骨質鬆梳的問題 很多時候 是骨的營養 包括蛋白質 所以我們盡量 是要爭取一些 好質素的蛋白質 例如多吃一些 乳類 黃豆類 還有 豆腐 Beans 這方面的東西 丐那方面 當然也很重要 丐我們可以用 吃那些 葉綠素的蔬菜 海產的 食物 果仁 種子 豆腐 都有的 但是有些人說 那我們蓋是否吃多些 喝多些牛奶 吃多些 牛奶 會幫助呢 你都看到 我相信大家 可能都聽過 其實表面上 牛奶裏面有很多蓋 但是牛奶裏面 亦有很多 所謂鱗的蛋白質 鱗是會酸化我們的血液 身體要保持一個 微簡的狀態 當我們身體 被牛奶裏面的 鱗 蛋白質 酸化了 身體自然 就會將我們身體裏面的 鈣 拿出來 中和這些酸性的血液 所以結果 很多時候 喝得牛奶多的地方 骨質鬆疏問題 反而更嚴重 所以呢 骨質鬆疏問題 就不是靠喝牛奶 不是靠喝牛奶 是有很多爽脆的 葉綠素的 即是 那個蔬菜 全部的鈣質 是很豐富的 但是當然 曬太陽 是不是 還有多多 做多些運動 有些重量的運動 會迫我們的身體 製造多些 鈣 好了 還有這些食物 有多些好的 必須要的脂肪酸 這種食物包括三文魚 杏仁 Macaro 這些魚 Wallnut 核桃 還有很多磨了的阿麻糬 好了 那 有些什麼是最好不好吃 要避免 是不是戒口 飲食方面 除了我們要吃一些好的東西 也要避免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都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其實現在 今時今日的文明人 飲食 最大的問題 是出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 吃太多甜的東西 糖分的東西 還有白麵粉的那些 物質 還有一件事 就是吃了很多 所謂的反式脂肪 很多這些 反式脂肪 其實是 很傷身體的 當然 這個會導致我們 肥胖 尤其當你的肥胖在腰部 和臀部肥胖 這個是會 加強 我們 加重 我們的背脊的負擔 好了 還有一些的食物 我們要盡量要減少 還有避免 就是咖啡因 重的食物 和酒精多的食物 因為這些都是 令到我們身體的 發炎的狀態 是更加嚴重的 除了飲食方面要注意 我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配方 可以處理腰背痛 其實在今時今日 我們在自然腰裏面 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工具 特別的工具 來處理 不同的問題 其中一件事 大家都應該熟悉的 有一種叫做 MSM Methylsophonomethane 其實 中文我們叫做 甲肌 黃 閃 甲 甲全 甲全 簡單來說 記住MSM 因為英文字都很長 中文都很少 很少這些產品 用中文來 形容 你記得MSM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通常我們用法是3000-8000 毫克 一天分開來吃 但有時候如果你發現 吃了之後太多有少少土舍 你就可以減少份量 MSM是主要可以減低 肌肉的 抽筋 收縮 和一個天然的 抗炎的作用 除了這個之外 有了很多的 其他營養素 包括 鈣和尾 通常很多的配方 都是會 兩份鈣一份尾 500mg 鈣 250mg 是尾 這些的礦物炎 都會幫助 減低肌肉的收縮 肌肉的抽筋 還有營養素 有時候那些 筋骨 很多人懂得用牛筋 那些工具 食物 抗炎的骨膠原 來幫助 還有 就是我們用維他命C 很多時候 我就會用MSM 加配維他命C 例如一粒 MSM 再加一粒維他命C 通常有500mg 除了之外 還有一個酵素 那個Bromaline 是木瓜的酵素 其實現在的酵素的產品 很多很多 很多的 現在有些最新的酵素 是用蠶蟲酵酵 你知道 蠶蟲 成為一個 鹹 它走出來的時候 用的酵素 是把那些酵素 融化了 所以 現在酵素的工具 很多 酵素 可以這樣 一個天然的 消炎作用 其實它有很多 因為它的蛋白質 酵素 當然草藥也有很多 譬如 魔鬼 魔鬼藤 Devil's Claw 這也是很草內歷史的 但是當然 吃這個 Devil's Claw 這個 如果你是有 膽石 或者有 火焦心 或者有 滾陽的情況 都要 比較小心 使用 當然 除了這個狀 有很多 不同的工具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原網台的 自然療法語力 繼續 跟大家分享 腰背痛的自然醫療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書籍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你現在聽的是 原網台 我是心靈對話的Carmen 歡迎回來 原網台的 自然療法語力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腰背痛的自然醫療 袁醫生 剛才你提到 食物又有一些針對性的工具 還有沒有其他 其實腰背痛的工具有很多 相信大家都 在市面上都看到 有一種叫做Glucosamine Sulfi Glucosamine Sulfi 是一種安基葡萄糖的硫酸炎 這是幫助我們加強結替的組織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 其他抗炎的工具 包括柚子的出水物 Greak Seed Extract 有時也有用的 Pine Bark 那些松樹的樹皮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一種常見的 抗炎的營養素 還有 簡單來說 維他命 B B1 B6 B12 都發現 是一種幫助我們腰背 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吃B 通常都是吃B宅 不需要單方去吃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工具 我們可以 可以塗 人們都習慣 當我們有背痛的時候 當然我們過去 有些人都認識 用薑 用薑來敷 薑汁 用耳毛巾 會有一種慶 除了薑之外 就是Caian 紅椒 Caian的紅椒 Caian的紅椒 很多時候 在健康店 有時都會買得到 我發現 Capsicum 是其中的主要成分 它是會 使得我們的身體 在神經系統 有種叫做 P物質 Substance P 這個物質 是幫助傳遞 痛的訊息 原來 這個紅椒 是可以減低 這個 神經的P物質 或者是痛的 傳遞的物質 除了之外 這個茶 亦都有人開始用 DMSO DMSO DMSO在70年代 是很盛行的 但最後 就被人禁止了 當然 背後是一個正義的原因 這是一個很簡單 很有效的工具 結果 經過另外一番的努力 將這個 推銷了 禁令 DMSO 叫做什麼呢 是二甲基 基瓦瘤 Dimethyl Sulfoxide 原來是哪一種 是樹木裏面的一種油的液體 發現原來止痛的效果是驚人的 通常我們用的DMSO 都是塗在環柱痛的地方 其實DMSO的滲透力很强 通常你不需要去擦 我們很多時候 將DMSO 加上其他東西 例如MSM 剛才所說的MSM MSM除了服飾之外 亦都有些膏可以塗的 我通常會建議 先用DMSO 再加DMSO 將DMSO帶進去 帶到身體裏 除了這種之外 我們有同學療法 有叫做Anica 三金車 三車有一種油的可以塗進去 亦有一個 聖藥行草油 聖John's War 這些對一些 嚴重的痛症 神經痛 是很有幫助的 這是一種 可以說是外敷的方法 同類療劑呢 當然 如果大家要一個最快的手法 也不會少用同類療法的療劑 當然同類療劑 很多時候要視乎正常 在同類療法裏面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幾種我常用的 同類療劑 其中一個就叫做Aschelus Aschelus 即是叫做馬律子 馬律子 Horse Chestnut 當然同類療法 一定要變正獅子 療劑很多 但是要視乎 症狀是怎樣的 那我覺得Aschelus 通常我是用一些 腰背痛的 即是下腰 以及底椎 Sacrum 骨 那裏 通常 它的症形 就說 它坐得越久 就越痛 是 有時候 那種痛 就會射去 右邊 那個 寬關節 通常 Aschelus 我通常 我們叫做SI joint Sacrum 以及 医療 即是 我們背部 很多時候 你看過有兩個 粒位 兩邊都有 通常 如果是痛位 在那個位置 即是單方面 一邊性的痛 Aschelus 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還有 就是 剛才所說 Aschelus 馬律子 通常 他不喜歡坐 他坐得很久 就會很不舒服 這個是我經常用得着的 還有一個 就是 Anika Anika 是三斤車 三斤車 通常 任何 受傷引起 撞傷 跌傷 通常 那個人 感覺到 好像 冤雨 那種 痛 冤雨得來 他就不想你 Hike 不想觸碰 有時候有些冤痛 你會觸碰 但是那個三斤車的那種痛 是瘀了 那種痛 你是不是 不想讓你按 當然 尤其是當你用了這個 冤痛到你走路 動是有問題的 好了 再另外一種 我介紹就是 Brionia Brionia 這個療劑 是我們叫做 白蛇筋 白蛇筋 英文叫 Brownia Album 是白蛇筋 也叫做 歐樹瑜 這個Brownia 那個 正形 很有趣的 這種痛 是很尖弱的痛 很僵緊 痛得很厲害 其實動都不能動 很多時候 有些人 閃腰 知道嗎 閃腰就是這樣 坐一坐 不小心撿一撿 那條筋 拉傷了 這種痛是很尖銳 動都不想動 動了 動了一點就痛了 這是一種 Brownia 很多時候 Brownia的 陣形 會在寒冷 乾冷的天氣 可能身體的根基 比較僵緊 在寒冷的環境 就會出現 這些 Brownia 白蛇筋 這種 腰背痛的 正形 白蛇筋 總之 痛得 不想動 當然 這種的痛 就跟 剛才的 三金車不同 它是喜歡 動一下 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會舒服 好 另外一個療渣 常同的介紹 就是 Calcaria Carbonicum 即是 碳酸鈣 碳酸鈣通常適用一些人 那個人是 慢性 長期的腰背痛 腰背痛的原因是因為缺乏運動 人比較軟弱 還有很多時候 這些人是比較肥胖 亦都怕冷 所以這些腰背痛的人 通常 我最怕潮濕的天氣 又冷又寒濕 我的背部會特別痛 這種是 碳酸鈣 就是腰背痛的 好了 還有什麼呢 另外一種叫 Semi-Safuga Ray Samosa 叫Black Cohosh 中文叫做黑星蚊 黑星蚊這個陣形 通常 那種痛在哪裏呢 很多時候在 頸部 上背 頸部 肌肉也覺得 鸛瘀了 熱膚會舒服 這種痛 很多時候 在驚奇來說 是特別容易出現的 如果一個女性 在驚奇的時候 就會覺得 除了驚痛之外 同時 後腰背 出現的 抽痛 亦都會 那種痛 是會向大腿 下面 放射 那種 黑星蚊的腰背痛 這種叫做黑星蚊的腰背痛 很多時候適合 一些驚奇來出現的 腰背痛的問題 好了 再和另外介紹 另外一個 療劑 叫做Ignatia Ignatia Ignatia 這個 療劑 適合什麼呢 鋁送果 鋁送果 通常 吹合一些 很抽筋的 抽筋 尤其是因為情緒的激動 情緒的不開心 血絲底里之下 突然之間出現 很嚴重的 抽筋 這個 和情緒的激動 是很大關係的 情緒的壓力 出現 這就是 鋁送果的 腰背痛 另外 再繼續 肌肉 就是 Magnisum Phosphoricum 是流酸尾 流酸尾的痛 通常是 一些腰背痛 他發現 如果我給我熱敷 會舒服 沖熱水量 會舒服 熱水到敷身 會舒服 這種整體性的肌肉 抽筋 用熱敷會舒服 這就是流酸尾的腰背痛 的療劑 好了 還有 就是 Nuxvormica 是馬前子 馬前子 Nuxvormica 這些腰背痛 通常也是下腰背 這個人 很多時候 同時 有便秘 他人很敏鎮 又很怕冷 這些 又便秘 又痛到 發敏鎮 罵人 這些 熱敷會舒服 因為他人比較好怕冷 有時候 有些食物 很可能因為食物敏感 是導致的 這種是馬前子的腰背痛 OK 好了 還有 因為腰背痛有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所以跟他療法里面 很幸運 亦都有很多 這方面的療劑 接著下來 就是 Rustoxicodendron 是一個野角 野角 亦都是一種的腰背痛 通常 就是一個 冷的環境 濕的環境 是會差的 好了 野角的腰背痛 就跟我們剛才所說的 白蛇筋 的bounid 相反 白蛇筋的腰背痛 是不想動的 動了是痛到抽筋的 但是 野角的腰背痛 他剛才剛才是相反的 他喜歡動的 他坐下來 他很僵硬 但是你讓他逛逛逛逛 他就很舒服 所以野角 很多時候 是很常用在 筋骨 擦傷 扭傷 這些 腰背痛 好了 最後 再介紹 多一隻 這個 叫做 Ruta Graviolin 是雲香 雲香的腰背痛 通常痛在什麼地方呢 除了是頸 或者是下腰 這個痛的地方 通常是沒有力 覺得是沒有力 腰沒有力 還有晚上會比較差 很多人受傷後 發不了力 發軟體 這種 腰背痛 就是雲香的腰背痛 袁醫生 很多時候 聽到人家說 有痛症 都會去針灸 針灸有沒有效 你看到 很多人 都會懂得去針灸 最近 香港的奧林匹克 你會看到有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 很多運動員在使用 你看到身上 拔罐的印 你看到 中國的醫術 已經去到國際的運動 運動場的領域 很多運動員 都做了拔罐 所以中國的 針灸 指壓 拔罐 按摩當然 都是非常有用的 當然這些通常 要找個治療師 找個醫生 幫你去處理 當然 脊椅 這個脊椅 差不多是專門 是 差不多是 專家 當然 除了一些 不需要開刀 當然我曾經說 有時候 腰背痛 真的壞到 很差 很差 你試過很多方法 都不行 當然 一些人會考慮 用開刀 但我都遇過 很多很嚴重的 腰背的問題 結果 我都介紹的病人 用倒吊肌 現在 很幸運 我們以前 在外加拿大行醫的時候 我診所也有倒吊肌 回到香港 我都買過一些 很貴的 7000元 幾千元 很重的倒吊肌 但始終香港的地方 不是那麼大 所以 買倒吊肌 是比較輕便 好幸運 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可以去淘寶 找到一些 很便宜的幾百元 有很多病人 尤其是 腰背痛 和脊椎 有彎曲 這些問題 當然 倒吊肌 是很有幫助的 不用去診所 或者中心 去做拉腰 治療 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記住 可以用浸肉 水療 浸溫肉 當然我們在水裡 可以加一些東西 最簡單 我們會加 梳打粉 或者是 瀉鹽 ASM 修肥 味道 是幫助你 放鬆的 如果很可惜 香港很多人的家 都把肉光 拆掉了 是的 他經常想著肉光是不衛生的 但不知道 其實 肉光浸肉 是一種很好的治療的工具 所以記住 如果家人還有肉光 記住考慮 不要把肉光 拆掉 浸肉有很多 可以用溫水浸肉 加一些香薰油 有時候可以加一些芥末 或者薑汁 這些全部 都是幫助我們肌肉 放鬆肌肉 加強肌肉 在我們 西方的自然醫療裡面 有一個 叫做 體質水療 這是一個 一個小時的療程 通常 會用 凍毛巾 熱毛巾 敷在病人身上 同時 我們都會用採取太空小年症 講到太空小年症 大家可能都聽過 這個是我們在十幾年前 我在蘇聯找到的一個 很好的太空人用的太空科技 這是一個電子神經協調器 對於處理的痛症方面 我相信 暫時是找不到比他更加好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用超音波 用微電流 用膠流電 這些我們過去都有 我們產所都有很多這些 過去一起都用很多這些工具 但是自從我們有了這個太空小年症之外 很多這些問題 都是用太空小年症的效果 是非常顯著的 和太空小年症 都設計了一個 是給家庭用的 所以我們希望其實如果家家人 家裏自己都有這些 很高科技的 安全的工具 遇到這些一般的問題 腰背痛的問題 是很快可以自己都可以搞得到 OK 多謝了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月若回診 25773798 海外的聽眾亦都可以 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打回剛才那個電話 25773798 或者 Email去 cs naturalhealing.com.hk 的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 wadro.com 或者去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多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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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www.naturalhealing.com.hk